桃浆绿茶打底 所以芝麻 花生 炒米 生姜 这就是我们异洋的雷茶 没有一个异洋人没喝过雷茶 也没有一个外地人 会没尝过雷茶就离开异洋 这就是我们异洋人的雷茶 我们异洋人的雷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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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V就是个小战场 进了包间就是一个新疆户 出人头地靠三宝 控场好 点歌好 三人靠好 首先开场曲必须精挑细选 奠定全场氛围 中间过度 必然要找一首全员皆可参与 能够引起情绪共鸣 和抒情歌曲 最后的结束曲目不能忽略 虽说曲中人散 但是经典老歌 会让全员流连忘返 这些都是基本操作 我还会为不同的人群 养生定制不同的点歌风格 如果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让你为喜欢的女嘉宾 唱一首歌 你会唱出来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想好 可能需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的童年父母离异 我是由外婆带大的 所以特别上网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家庭活动 所以未来的我一定会定期组织 家庭活动 每个月去看一场电影 去一次露营 去一趟游乐园 去逛一次公园 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家庭活动 我想我一定会遇到 那个对的人 组成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我会努力做好 这个家里的控场王 哇 爆灯了 哪一句话打动了你 4号 就是首先呢 我在看到她喜欢品茶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距离感 再往后面看 我发现她喜欢开电视 喜欢唱歌 然后我们的兴趣爱好是一样的 然后我没有想到 男嘉宾竟然还会想着 我为朋友点什么样的歌 什么样的歌适合她唱 那跟她相处起来 不管是朋友还是情侣的关系 可能会非常的轻松 然后再往下面看 我发现家庭情况 我有点心疼她 然后我又觉得她很孝顺 所以我就没有控制住爆灯了 我问她哪一个点打动了她 她说了1 2 3 4 5 6 7 8 9个点 就是她是很理性思考的 又尊重了自己的感性选择 对 但我看男嘉宾好像情绪很激动 一直在控制自己 对 其实 对我情绪冲动挺大的 是有人为她爆灯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心疼她那三个字 对 是的 所以很谢谢你 我们看你情绪比较激动 是不是和你的童年经历有一点关系 对 是的 对 是的 因为从小是我外婆带大的嘛 所以说我经常在外面看到 就是那种很幸福很圆满那种家庭 我其实是内心是很羡慕的 4号 你家里边有什么 经常开展的家庭活动没有 就是我们家的活动 可能就是出去看看电影啊 然后出去吃吃饭 但是我想和男嘉宾介绍一下 我的家庭成员 还有我爸妈的情况 好的 我有一个弟弟 目前在南京读书 然后呢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多大的弟弟 我弟弟高三 然后我们相处起来就像朋友一样 我爸爸呢 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然后非常的好客 我妈妈她跟我一样的温柔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感受家庭温暖这件事情 我们家还有两只猫一只狗 我觉得我可以陪你 他们也可以陪你 然后家里的 把这个人给我们来带来 我来说 那个人 你会陪你 我还要带来 我去看 每个人 都要带来 我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